今早的AT國股推介是懷孕啤酒291 挑選原因是藍籌股業績期港股熱門焦點 轉至相關股份的策略部署 懷孕啤星期三會放榜 他們的高檔產品增長潛力高 懷孕星期三公佈上半年業績 由於高檔化趨勢持續 和集團透過加價去提高銷售的均價 摩根大通預期 公司上半年產品均價按年會上升7% 有效抵銷成本上升 好過清啤的5.3% 和北威亞太的2.4% 估計潤啤上半年銷售會增長6.6% 而息稅、折舊和攤銷前利潤 即EBITDA就會上升7.4% 清啤的數據是增長3%和8.5% 而北威亞太跌1%和5% 綜合彭博的預測 潤啤上半年收入介乎197-212億人民幣 按年增長1-8% 盈利預料錄得33億-35億元人民幣 按年跌19-23% 全年利益 彭博預料潤啤盈利按年跌16%至38億人民幣 2023年起盈利會重拾增長 按年增長27%至49億元人民幣 潤啤昨天稅收55.25% 形態上就挑戰三角形 策略上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以6月高位59元作為目標 主要大行給予他的目標價平均大約66元 中線可以參考 未有貨的可以追求三角形底部 大約52元以下吸納 跌穿47元就要止蝕了 唯一 大約 觀看 超記者 觀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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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觀看